嗨,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户外应该怎么穿 那在户外徒步以及户外运动过程中呢 你的着装除了要美观之外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舒适性和安全性 那今天想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关于户外着装的分层法则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叠穿和分层这样的方式 一共在身上穿三层衣服 在你感到热的时候就减少穿一层 感到冷以及有一些气候变化的时候就增加穿一层 以此来适应在户外瞬息万变的天气变化 OK,那第一层呢叫base layer也是贴身层 它是我们穿在身上最里面的一层 是离身体最近的一层衣服 那这层衣服的特征就是要吸汗和速干 我这边有两件我自己常穿的base layer 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一件灰色的是smart wood的一件base layer 它的成分主要是羊毛 它非常的保暖 然后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吸汗型 我通常会在天气比较冷的情况下 尤其是冬天我最里层会穿它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件 这件相对比较 这个干爽的呢 这个是十足鸟的一件base layer 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很速干的敌伦 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晒 以及速干的作用 所以我通常会在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把它当作我的base layer 大家可能注意到 无论是夏天多热 我在户外徒步的时候 会尽量地选择长袖 一个呢是它可以防止你的身体 有出现大面积的晒伤 还有就是在你在trill上走的时候 在山路走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树枝啊 这个穿长袖的衣服也可以 很好的保护自己 不被刮伤 那大家在选购base layer的时候 要尽量避开纯棉的衣物 因为像纯棉的衣服 它的这个素干性不是特别好 就是当你出了汗之后 它的水很难排掉 所以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第二层呢是梅多利尔中间层 也叫保暖层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暖 那在这一层中 我们会通常选用 像抓绒衣或者是羽绒服 这样一些保暖的衣服 我这边有两个 我常穿的这个 保暖层的衣服 这一件呢是Palagonia的一件 抓绒衣 它非常的暖和 非常舒适 而且呢 它的这个吸汗性也比较好 很透气 那我这边还有一件 这件呢是一件羽绒服 如果是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 我会在中间层选择用羽绒服 因为它的保暖性会更强一点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不如刚才那个抓绒衣透气 透气性会稍差 那大家在选择中间层的时候 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的是 这个中间层的衣服 它在收纳起来之后 会非常的小 以及非常的轻 不会太占用你的背包的体积 因为我们在户外徒步 一旦热起来 最想脱掉的肯定是这一层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它都是要打包放在背包里的 OK 这是中间层 那第三层呢 是保护层 它是我们穿在最外面的一层衣服 通常我们会选择一些 软壳的甲克 那最外层的这个 它的作用应该就是防风 防水 以及排汗 我这边有两件软壳夹克 那这件是我自己最常穿的一件软壳夹克 它是 Outdoor Research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件 也比较长穿的软壳夹克 是十字鸟的这件 Soft to Share 它的材质是Gortex 那Gortex也是作为软壳夹克 以及第三层里面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材质 那它的防风性 防水性和排汗的功能都是非常好的 那市面上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种类的软壳夹克 然后价位也不等 我后面会再录一些新的视频 去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这些软壳夹克 以及这些材质有什么区别 应该去怎么选择 OK OK 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三层衣物的介绍 分别是贴身层 保暖层和保护层 那关于在户外徒步以及户外运动中 怎么穿衣服 我的建议是 无论你出发的时候天气怎么样 最好都要把这三层衣服都带着 背在你的背包里 这样呢 如果说天气突然间降温 或者是突然间有大风或者降雨 你可以及时地穿上第二层或者第三层的衣服 对自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以此来适应户外瞬息万变的这个天气变化 尤其是在深山老林中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实在是不想带这么多 或者是你的背包容量有限 又或者是天气真的特别热 我觉得在你穿着背色列的基础上 也至少要带一层这个软壳夹克 以防止突如其来的大风或者是降雨 尤其是在深山老林的这个环境下 其实这个气候是很难预测的 有的时候你多带一件衣服 很有可能会在最关键的时候 对你起到保护作用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在后面的视频中呢 关于每一层的衣服 它具体应该怎么选择 才知应该如何挑选 以及有哪些我自己穿过的比较好的品牌 我都愿意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会在下面的几期视频中为大家呈现 那如果大家对户外类相关的话题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吧 那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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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